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决议就是说要我们同意你们来报告完之后 整个内容我们都了解之后才能进行嘛 是不是 所以专案报告还没有完成 我可不可以跟你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啊 就是说这个专案报告是我们要提出一个常态性的 部长我必须跟你沟通一下 因为我们的时间才十二分钟 所以你要侃侃而谈的是你刚刚的十五分钟 但是你只用了十分钟 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委员的时间 是 我尽量让你使用 是 我尽量让你使用 是 刚刚你不说你硬要在我们委员的时间说 这是不尊重啊 我再请教一下部长 是 部长 现在立法院很清楚专案报告还没有完成 对不对 对 我想我跟专委简单说明一下 是不是你都回答我 专案报告还没有完成 专案报告还没有完成 就等于说这个整个学杂费的调整方案 目前是不能动的 应该这样说我们原来就有一个旧的一个办法 这个新的办法在没有通过之前 旧的办法还是有效 我们旧的办法还是可以根据它的物价指数啊 所以现在是依照旧的办法 对 我们新的办法因为还没有来做报告 好 现在要依旧的办法 所以各大专院校 它是可以依照旧的办法 去送调整学费的部分 来到我们教育部来审 这个是 那我请教一下 是 时间大学送上来了吗 没有送上来 没有送上来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学校送上来 不过媒体有相关的一些报道 时间大学说他们已经送上来了 我们教育部说没送上来 是因为立法院要开议 所以教育部故意说还没有收到吗 呃 陈委员 我必须 我们 我在这边的所有的答询必须根据现况 负责任 实践大学 是 他说明年二月要调涨学杂费百分之三点五 也就是将近一千五百元 每位学生会多负担一千五百元 世新大学也要跟进 其实不止世新大学跟进 我相信如果实践大学今天调整方案送到教育部 教育部是同意的 这个门一打开 陈委员 整个所有各国立私立大学就跟进了 不用说世新大学跟进 所有就跟进了 陈委员 陈委员我想啊 我跟您特别说明 在我们既有的旧有的这个办法里面啊 他是根据物价指数的年增率 根据劳工薪资年增率跟可支配所得年增率 各三十三十五三十五去做 物价指数年增率我想请教一下 这是不是转嫁在人民的身上 物价指数 我们很清楚 这个整个压力的负担 在于所有的劳工 在于所有的人民身上 然后你再以这个部分 再去做调整 所以为什么过去 我们也要求要动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常态性的调整 一样都是在所有人民的身上 所以我们其实提了一个新的方案 你们其实不让我做报告 我也愿意在这边再次把报告提出来 部长 我说你要报告是刚刚十五分钟报告 刚才十五分钟 不是在我的 不是在我的咨询时间报告嘛 我问你答就好了 是谢谢 我只想请问你 如果实践大学你真的收到了 你的态度是如何 我很明确的说 我一定会从一个程序的完整的角度来看 他在学校是不是做过适当的沟通 他的资讯是不是 财务是不是透明 这些全面都达到的情况下 我们会进到我们的审议小组去做进一步的讨论 部长如果说今天要听你讲这么多的理论 我就不用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提供 其实完全不是理论 它是一个实际上必须做的考量 你看实际的状况 人民苦不堪言 人民已经痛苦到倒不掉了 你所有都涨 物价涨 然后油涨 电涨 所有都涨 所以部长也要反映他的这个成本 部长也要反映他的这个成本 跟他的品质 是不是 我想这一块 就是说我相信我们会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这个学达 会调整的问题 部长你要不要苦民所苦 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要不要跟学生站在一起 我想我要跟全国人民都站在一起 你要跟全国人民站在一起 是 我们很希望 如果你跟全民站在一起 我想跟学生站在一起的概念是要把教学品质办得更好 是不是 陈委员 你是不是同意 我赞同你这句话 把教学品质 来部长 我绝对赞同你这句话 所以这是我下面要讲的 是 今天 部长学费 不是说就让学校不要去兼顾所有的教育品质 所有的教育品质是谁要负担的 是 是教育部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把所有相关补助给各大专业学校的预算 逐年在下降 为什么 你逐年下降之后 当然他们为了学校的经营 他必须去思考是不是要调涨学费 每年都是这样子 陈委员 我们提供给各个学校的 你为什么不从根本 并没有减少 我们如果能够争取到新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从根本 争取到新的机会 一定会落实 用在学生身上 部长你刚刚是不是也说 是 什么都涨 物价指数 等等 你要依照这样子的一个评估指数 这些都涨 可是你的补助没有涨啊 我们应该 那么反过来说 部长我们反过来说啦 今天不要调涨学费 但是我认为 我们教育部要协助 真正有在办学的大专院校 应该给予更多的补助 我们透过讲补助 透过竞争性经费 都在做 估价指数来调涨 我们透过 所以委员 您没有让我讲完 我原来事实上 我们提了一个常态性的 学费费调整方案 因为院里还不让我来做报告 我们报告以后 其实就可以往下走 并不是 它可以是调整 那是一个调整的机制 可以调涨可以调降嘛 这个政府让台湾人民 没有办法信任的就是骗 就是骗 其实 你那一个调整方案 大家都看过 为什么大家认为不适当 其实 没有让我报告嘛 那一个门一开 所有都挡不住了 我们其实应该透过一个 我们学生就必须被你们 似乎像带宅的 带宅的高 其实 宏委员 你不能贴标签 我们必须很认真的来看 方案拿出来以后 逐案的去做讨论才能够处理 明年部长跟我讲说我跟全民站在一起 我认为就不应该 那我会想 部长应该会送出一个 基本上可以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方案 可是部长不是 部长刚刚开中民意就说 你认为 应该依照指数的调整来做事实的 不是不是不是你没讲清楚 就是说因为旧的办法确实是这样 我们新的办法还没有让我通过之前 我们当然在旧的办法上面 我也不能违法的 不准他们来提 我一定必须尊重相关的规范 我拜托你 是 你刚刚一直强调你是跟全民站在一起的 好 我提出 今天新办法还没过 旧办法一律 就是不能调长 就是不能调长 既然动长了就是动长 可是动长之后 整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教育部 教育部你对于真正有在新学 有在办学的这些大专院校 你怎么去协助他 然后在整个补助金费当中 依照所有的指数相对提高 我相信你如果补助提高 我们其实只要争取到的新的金费 我都会想办法用在学生身上 用在技术体育 用在高教 用在竞争性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一个充分的要做的一个作为 你刚刚讲的方向我们都努力的在做 可是在这个基础上面 有吗有努力在做吗 如果有努力在做 不会那么多大专院校的校长 跳出来说他们活不下去 他们学校没有办法经过下去了 我想我们看这个事情 也可以从一个local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从一个全球的角度来看 学杂费的调整在全球来看 都是一个议题 当然我也很愿意的 就是说这个调整一定是用在学生身上 反映他的小学名 你要不要听我说一下 你很会说我再次强调 十五分钟你只有用了十分钟 我跟您特别谈 因为我今天到了现场才知道 过去都给我十分钟 今天告诉我十五分钟 我再请教一下 你知道韩国 是 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们是说大选免学费 马来西亚 他们在大选的时候 陈委员 我相信你知道 大选免学费 所以你说全球 这个真的是笑掉大雅啊 我跟您讲韩国的学费是我们的倍数啦 韩国的学费是我们的倍数 那个是他的一个竞选的政见 我跟你讲 韩国的学费是我们的倍数 那你说政见可以不要实现喔 我必须很明确的跟你讲就是说 是 政见可以不用实现 这是马英九给你的观念吗 不是 政见可以不用实现 政见要努力的去实现 所以韩国 它是我们的加费 人家都可以提出说免学费 但是我们台湾 却是一直要增加 我们学生的学费 其实我们的政策也很明确 如果我们的低收入 中低收入 我们学杂费都有减免或者免费啦 如果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 没有办法带给人民期待 我说如果我们的平均薪资 不是倒退十六年前 你今天调涨 没有人会有一千 其实那个是不好的形容词啊 来形容我们这个政府不好的形容词 没有人会认为说 我今天多增加这些学费 对我的压力非常大 没有人 可是今天我们的平均薪资 真的倒退十六年前 痛苦指数飙升 所有物价指数飙升 油电双涨 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我们在过去十年间 几乎也是动涨的啦 我们在十年之间几乎也是动涨 不过我会努力的 让这个动涨的这个情况 我必须再提醒你一下 我必须再提醒你一下 这个部分很重要 今天时间大学送上来 他只要一开门了 后面整个都调长 所以你必须把关好 我必须提醒你把关好 我一定会做好 我一定会做好把关的作为 一定会做好 私校的退场机制 是 私校的退场机制 是 现在 你们在进行当中 我们持续的 我们持续的在发展中间 你们有整体规划吗 先从个案再到通案 既然现在 近七年来 还有九个学校 你们是同意他设分校跟分部 这个部分到底你们有没有整体规划 我们当然有做对话 前次跟你讲 做射分部 分部 分部 一方面又让人家允许可以射分校分部 我们做好的总量 他一定是在总量控管的情况下 他去做的 所以他的总量意思就是他的学生的 一定不分家在学校的情况下 在05年我们的学生会减少困难人 我们全面的做总量的控管 每个学校的总量都受到限制 你们到底有没有整体啊 陈委员我们时间到请回座 这个整体的做法非常重要啊